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用动词 以为表示判断 和我一起看看怎么用吧 晨晨 我终于找到了 我以为车票在钱包里 结果在书包里 太好了 不过刚才老师打电话说 明天上午有个活动 我原来以为能送你 现在可能不行了 没关系 你放心吧 不要以为我还是小孩子 那你要注意安全 晨晨 我以为你不能来了 我也以为不能送你了 但是活动推迟了 我就来了 谢谢你来送我 现在我们知道 以为可以放在主语后 多用于和事实不一样的判断 比如 我以为车票在钱包里 结果在书包里 我以为你不能来了 我也以为不能送你了 我也以为不能送你了 你学会了吗 请跟我读 我以为车票在钱包里 我以为你不能来了 我也以为不能送你了 李可 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我以为你明天才回来 老师找我有事 所以我提前回来了 可怜的李可 你才回去几天啊 就被叫回来了 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